美国海外华人智库执行长陈军撰写的纪实文学《东京大轰炸》现已出版发行 并与近日举行赠书仪式 为纪念七七事变81周年 美国华人智库执行长陈军撰写的纪实文学《东京大轰炸》最近问世 并举行赠书仪式 当天南加州收藏的侨岭 包括张素九、李舍潮、顾掩石、绍文、刘建明、周德昭、陈慧比 陆来宾、蒋丽莎、徐和生 以及堪日将领的后代一同出席了增书仪式 《东京大轰炸》共25万字 主要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杜利特将军为了报复日军轰炸珍珠港 率领一支80人组成的突击队 驾驶16架B-25中型轰炸机 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 对东京、神户、大阪、明古屋等地实施轰炸 除少数伤亡外 其余的64人被中国军民救起 送往大货方 辗转返回美国的一段历史 从2015年的世界反法律师战争胜利 和中国人民抗争战争胜利 70周年以后 我认识了美国很多的飞虎队 和美国二战的老兵 通过他们的嘴里 通过他们的讲述 制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所以我就蒙上了一个念头 一定要把这段血一火的历史 重视地把它记录下来 传之于后代 让后人永远记住 我们中美两国的友谊 是来之不易的 即使文学《东京大轰炸》 在广泛收集 《杜利特轰炸东京》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素材的基础上 以全新的观点 纯述的笔法 展开了一幅幅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书中许多细节 多先为人知 甚至是首次发表 全书时间跨度大 从1941年写到2015年 期间几乎所有的 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涉猎 牵涉的人物众多 讲述了一百多个 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 每一个角色都栩栩如生 当年七八十年前 我们中美两国 曾经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为世界反法医的事 也都做出了具体的贡献 但我们也很遗憾地知出 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 现在遇到了一些瓶颈 今天也很不幸 也是一个中美开战的第一天 我们希望这就是一个小插曲 我是认为 乌云总会过去 道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美两国的友好 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太平洋足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国的发展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